大家好 又回到我們望向編輯爐 YouTube channel 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真必詩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來自馬來西亞的戴馬Sir 各位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望向正向曬冷氣 點讚分享和訂閱 啟抗疫聘經濟反網報 好 今節我們就講一下歐盟都很麻煩 根據這個路透社的消息 不是路邊社就是路透社的消息 歐盟可能會 連手機訊號都沒有 今個冬天 你可不可以想像到 現在 現代人 一般現代人 有些人就真的不需要手機都行 但你可不可以想像到 一般現代人 沒有手機訊號那種 深煩意燥 焦慮不安 會到 十多二十年前 我 稍微習慣一點 回到Tasmania 如果我駕駛兩個小時車有一個多小時台 沒有訊號 沒有人找到我 在目前的能源危機之下 一旦 冬天歐盟爆發 斷電或能源 要配給問題 歐洲的部分移動通訊網絡 就有機會中斷 當地電訊行業 其實他們的高層 坦誠 相信 幾十年來 歐盟一些地區的穩定電力 其實 都是 spoiled 重壞了 但是說真的 真的沒有想到 你再差的話 對於 現代 文明人來說 文明世界 大多數人來說 有電都是最最最最基本的 條件之一 你生活當中 很多國家是沒有足夠的 備用電力 沒有足夠備用電力系統 如果真是擴大停電的範圍 會進一步增加手機網絡中斷的風險 澳戰爭爆發後當然 歐盟 從俄羅斯獲得天然氣就遇到問題 現在還漏氣 這種情況也增加了歐盟 發生電力 短缺的可能性 其實歐盟的電訊行業 已經 跟媒體說他們真是擔心 歐洲的 電訊基礎設施 將會遭受 這個嚴東的考驗 而政府和企業 在 現在只可以 用盡 出盡力 減少 這個負面影響的道理 那麼 有什麼國家在搞呢? 歐盟最大的兩個國家 法國 和德國 還有 北歐小國寡雲 瑞典 現在在內的歐盟國家 採取努力確保自己通訊 不會 中斷 比如 在這些手機 通訊 訊號塔上面 是配備備用電池 很多個個 如果有什麼事 電力真的中斷的話還有備用電池可以用 總計來說 歐洲有接近50萬個訊號塔 其中大多數 是有備用電池 不過 你知不知道可以保證到 備用電池可以走多久 有沒有一個月 行不行 沒有 是半個小時而已 半個小時 日照 是的 只是可以保證 信號塔運行半個小時的備用電池 在法國 其實由於 幾個 電站是維修狀態 所以停止運作 能源供應是不容樂觀的 其實 法國 公共配電服務公司 這個 已經是 出了一個緊急的 計劃 就是為了 當然這些計劃都應急 就是為了在最 大件的情況之下 將 停電的時限限在兩個小時以內 但不是你說兩個小時就是兩個小時 對嗎 一般情況來說停電 只會是 輪流影響到法國部分地區 但是好像醫院 警察局 政府部門這些基本服務應該 正常來說 不是今年那麼多perfect storm 其實不會受到影響 其實 路透社的確問了法國 的 公共配電服務公司 Anady 其實 他們也說 公司可以在 最極端情況下 將 醫院 軍隊 關鍵工業的設備 這些是優先用戶 他們的供電線路 分隔開來 至於是否 將電信營運商的基礎設施建設 加入這個優先項目 他說 暫時還沒有決定 即是 原來連 這個電信 營運商也不是 ETH 那倒是 老實講沒有手機就不會 掛掉的 對 Nich wilson 沒有網絡纥 便會眉猛 最終 рай 是由 法國政府決定的 不過 法國財政部也說 要將移動通訊訊號塌 及其他 切施的供電 线路分开 其实不是那么容易 除了法国 还有瑞典 德国 等等的电信公司 亦都向本国的政府 表达他们对于潜在会 没有信号的担忧 当然没有信号因为 电力的中断 好像 瑞典电信 监督机构 PTS其实 在与电信营运商和 其他政府合作 想着在停电时可以保证 使用移动 电话的讯号 不会受到影响 当然现在仍在 找解决方案 如果真是那么麻烦 没电怎么办呢 这家 PTS的发言人就说 我们公司现在 在购买 移动燃料站 还有 可以帮手机 提供 网络的移动机站 这些东西 是有 更加长的 最极端情况下 是可以用更长时间的 当然 为了应对更加长的停电时间 另外 意大利电讯游说团体 对媒体说 希望移动网络 不要 受到任何影响 他都知道 停电 和 节约弄电措施 肯定对 全意大利是有影响的 他们也向意大利新政府提出这个要求 他们发言叫做 马斯莫接受访问时 如果供电突然中断 网络基础设施的电子元件 可能就会立即受到破坏 所以 他们也很担心 破坏了 以为这么快可以收复 另外 电讯设备商 Lokia 还有 这个很久没有听过 很久没有听过 是的 其实他们有其他工作 不过 是做电话 当然 他又不是完全退出 但是 跟之前那种 罗基亚 全世界 盛世 真是盛世 我想 之前如果 他们盛世时 罗基亚 10个人起码一半人都用罗基亚 可能不止这个数字 是 他们也跟移动营运商合作 努力减轻电讯 短缺带来的影响 四位 电讯行业的高层 就跟媒体说 欧洲电讯营运商一定要 首先要自己审查自己的网络 减少 额外的 电力消耗 我都说过 其实我们电消耗得最多就是网络上的消耗 就是整个 Grill 因为有些老旧 和有些 叫做 损耗 损毁 搞到 能量是有流失的 并且通过使用更加 节能的无线电设计方案 来更新设备 为了省电 其实欧盟一些电讯公司 现在是用软件来优化它们的能源使用 使得信号塔在没有 使用需要的时候进入休眠状态 同时关闭部分 频谱波段 虽然如此 针对供电问题的 担心 现在在行业内 是在蔓延 好像法国电讯 联盟的主席 叫 Lisa Belelo 其实他就说 发觉 有62,000个移动信号塔 但是 电讯行业没办法 为所有 天线安装备用电池 因为太短 你走回 九月 你三个月怎能安装六万多个 可能中国人就可以 法国人 因为 你知道欧洲的其他 劳动力比较短缺 还有 有些劳工福利之下 没那么快可以做到事 另外 德国电讯 发言亦都说 虽然德国拥有33,000个移动机站 但是 移动应用电力 系统 只能够支持 少少 一部分的移动机站可以继续运行 如果大停电的话 当然 欧洲国家 其实已经习惯了几十年 没有停电的这个现象 除非有些什么极端事件 通常 通常都不会想到 去装备用电池 所以 在储能领域的投资 比其他 地方是少 在欧洲大部分 电力稳定和良好的地区 真是 可能 过去那十多二十年 因为俄罗斯的能源比较便宜 真是用得多 我们都说过了 我当你 2000后或者2010后 不知道没有听过 什么是停电 我有 经常停电 有极端天气 新加坡很多小孩不知道什么是停电 是发达地方 会停的吗 会没有电的吗 现在 刚才说到德国 德国又说 出台计划比英国更重 德国原来出台了2000亿欧元的能源补贴计划 厉害 索尔池政府将会建立一个 2000亿欧元的 保护膜 他说的原话就是 为了帮助 欧盟最大经济体 到过难关 德国不是 跨西跨腾 借银 武贴 不会像这个关好庭 英国财相 应该不会德国人很谨慎 他们就打算为企业和消费者压低天然气和 电力价格 索尔池 亦宣布 现在处于一个相当艰难的时候 能源价格飙升 令企业和民众 是很麻烦的 他就会 动用2000亿欧元 这2000亿欧元 亦都是自从 能源危机爆发以来 一个欧洲国家包括英国 出台最大规模的寶座计划 这个计划的核心部分 就是对于天然气和电力价格设置应急上下 相关支出 就由新的借款来解决 其实 自从今年夏天 俄罗斯减少对欧盟出口天然气以来 欧盟的能源价格当然升得很可怕 索尔池就说 价格 一定下降 你保贴了之后就下降 哈哈 保贴了但是你买回来也这么贵 你保贴了下降是那些民众或者企业看到下降了 他就说 我们政府坚信 一切努力 一定可以 令到 能源价格下降 他亦都说 这个是个 双重计划 帮助 他是怎样呢 他其实从养老金 领取人士 到大型企业所有人都帮他们 有没有借债呢 好像就 听不到有 因为他这个计划是比卓慧斯的 如果借债的话当然会有大的反弹 那么 他们的财长 林德纳亦都说 在能源战争当中我们会显示出 德国的经济实力 事实上有没有经济实力呢 都相当有经济实力 德国没有哪个还有 当然 现在 北溪1、2号 都不够 一来他不攻击 二来又漏气 所以 这2000亿都可以说是救命的 但是 如果电信公司今个冬天 因为 不够能源 而没有手机信号 其实也是 几特殊一件事 原来这样也有 因为 没有想过那么大件事 好 那么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再见 再见